來 高醫師 這個表 是 我自己再作一個表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 因為我們解剖案以後 另外一個法醫就是說 這個是嚴重中暑 造成全身患血管內寧血不良 叫DIC 就是這個 他是直接以中暑 他直接就是用中暑 用中暑來解釋說就是這樣 軍醫系統的法醫 對 他就自己這樣講這樣 我們就認為說 不是啦 你如果只有這個時候 我猜錯了 大概小孩 嬰兒跟老人人 才會造成這種問題 不可能必然跟全身患血管內寧血不良 全身患血管內寧血不良 是有非常嚴重的病症 尤其在什麼 在產婦 尤其產婦那個時間大很久 一直撞 一直洗 所以說 撞不住兩人 就是在痕痕 跟小孩在痕痕一樣 就會造成這個情況 再來有一個最嚴重的病 就俗稱血崩了嗎 對 這就是血崩 再來一個最嚴重的就是 全身專傷症獲勤 譬如我們叫車撞一個 整身骨頭斷了 裡面都內出血 對 裡面都內出血 就整個馬上會造成這個情況 這給他輸血小板不太好 一般是要輸血小板不太好 照理那時候送去的時候 應該要輸血小板 但是他不是只有血小板的問題 他以前這裡都有問題 所以你不可以輸血小板 輸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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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血不太多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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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才會輸全血 先輸了三千嘛 發現說一怎麼四分又變三分 輸血小板不太好啊 跌倒去聯絡之後 他們才決定轉三分 這個表的前面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個表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 在做運動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天氣熱 所以我們會施繩 比如說這樣怎麼醒去 怎麼這樣弄一下 來就是很疲勞 做完之後都覺得 全身痠痛 然後在這種有一種 先兆種子覺得覺得 水很乾 稍微會流汗汗 稍微有一點 流汗汗汗 汗汗汗汗 汗汗汗汗都不會涼 再來就是 就是這個 你用固定的一個姿勢 壓破肌肉 例如說立正站好 都夾一夾 或是刺你的肌肉 同一個動作一直循環 一直破壞肌肉的乳酸 一直讓它產生乳酸 這種就已經產生輕症的 一個中暑的現象就出來了 所以就在七月刺 所以七月刺 你這樣可以說 用比較回推的方式 他那時候抄到什麼程度 對 那時候抄就是 第一階段 我想他六月二八二六 六月三十就抄 七月刺他就稍微感到 我記憶是刺他關一遍 對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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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8 30 29 27 28 28 29 29 29 你做50的 人家都做了 你怎麼不做 人家要等你啊 人家都在職業職業在等你啊 你要做得更快 人家都等你 變得一樣 你很大 這裡都一樣 這就要過度的運動就行了 這就差不多在7月2號就參選了 如果在這個時間送 應該是要求 大家都不會反對 在這個時間 你如果馬上叫醫官來 醫官看也覺得說這個也稍微嚴重 快送三口 我的意思就是說要送的時候 這個一氣大概就祝願了 那不給他喝水是在哪一天 不給他喝水可能這幾天 醫藥就不給他喝水 他那時候操練的時候 有要求要喝水 那時候他那個士官嘛 陳毅勳就跟他講 你耍我 對啊 你看看他跳了7月3號的時候 他根本就已經產生垃圾病 什麼時候是垃圾病 垃圾病就是說你在一個固定的 一個空間裡面 溫度一直上升 你還要運動 譬如說外面是33度 你運動下去 還是說你沒有運動 你還蜜燜在裡面的時候 你沒辦法散熱 人們就要開始腦水腫 因為他的腦袋都會蒸起來 腦袋開始蒸起來 因為脫水的管理就開始蒸 蒸開始噴泥 噴泥不知道有誰會叫筋 有誰會說話 就是到時候他那個就是這樣 他有在裡面撕虎智晶什麼 那個其實已經來到垃圾病去 垃圾病 腦已經水腫了啦 他說 他不是說什麼他不知道 他說這個禁閉生公 還沒有跟他做會兒說 他在宋醫 洪仲修宋醫當天 結束操練後就反應身體不舒服 大喊我再三天就退伍了 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之後扶著餐桌發抖 不久之後就倒地抽搐 辱罵五字經 持續五到十分鐘 所以 人家這樣一直吹一直吹 一直吹 一直吹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的腦水腫 腦水腫 腦水腫 我剛才不去講 他那時候牛體溫四十四度 對 這人一人體溫到四十四度 這差不多要騷了 四十四度要騷 你四十一度就已經分泌都已經 所以他是因為分泌都要損 對 對 因為完全不是什麼 所以你都在那邊四雲嗎 平時狀態他才送 他已經四雲了 這怎麼會那麼狠 有時候想說他無冤無仇 對啦 為什麼要抄一個 不認識的一個阿兵哥 要抄到這種程度 其實在我們部隊的經驗就是 這兩個抄人家的 包括陳奕勳跟李念祖 有受人之託 要好好照顧 否則其實一般來講 你犯不著 你跟一個阿兵哥 到這種程度 結果最後最重 最最最最重 現在最重的是那個陳奕勳 就是就是不給喝水 一直抄還踩他腳 還踩那個洪仲秋腳的那個陳奕勳 另外一個李念祖 現在是證人身份 現在還是證人身份 李念祖其實是最後三十分鐘 最後那四十分鐘 是李念祖在抄的 沒有 所以到底是 照理講是這兩個人都應該立刻抓起來 但是竟然他的整個辦案程序 是從副理長先抓 你會覺得說軍方根本對頭到尾 他不是要給你真相 他們是在維護軍方的利益 他們在構築城牆 他沒有要讓你知道是不是 還有退卸責任 對 現在我們大家都在罵軍方 這兩個李念祖跟陳奕勳 是位階最低的嗎 對 他們在裡面位階最低的 結果是這兩個最重 但是因為他們是實際的執行者 對 當然法律裡面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現在最怕就是跟他們說 他說上面這個我搞得我做的 他們就騙他 確實李鴻剛剛有講到 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這個案子的偵辦過程 大概我是看不太懂 怎麼會這樣偵辦 因為人是死在禁閉室裡面 但那個我們不曉得 什麼過程讓他死亡 剛才高拔也講很多 但是在我們在探求真相的過程裡面 理所當然最合理的應該就是 當時在場的人先找來問 應該是先問 至少要先問禁閉室裡面 親自實施的這些禁閉的介護室 還有禁閉室 應該是先鞏固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講法鞏固了以後 接著才往外擴展 那可是很奇怪 我看到這個案子在偵辦的過程裡面 他是先辦外圍 先辦外圍再辦中間的那個禁閉室 這我看不太懂怎麼會這樣怎麼辦 所以也許剛才力宏跟那個 智陽他也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為什麼你們會這樣子辦 那這個是 我們不敢講說 是不是真的是有意不給我們真相 但是我只能講說 這樣的偵辦方式是很不合乎常理的 非常不合乎常理 因為這樣子會產生一個很恐怖的結果 也就是說我們以警方來偵辦 警方偵辦行案就是 我第一個 第一現場我一定是要把它維護起來 我要做採證 我要做什麼動作 要做完之後 我的現場才可以去讓人家 譬如說清理幹嘛 所有的東西都做完 但是軍方現在的偵辦方式 我第一現場我根本沒有去做封鎖 我沒有去鞏固當時的人證物證 然後變成說我從外圍去搜 那變成說其實後面十幾天下來 你根本現場發生了什麼事 你當初的擺設 然後你當初監視器 然後你當初所有的紀錄 到底有沒有在 這都還是一個謎 所以變成說我們會不相信說 你到底到底在辦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根本就是 我刻意的在維護你們的體制 所以你這個案子 我們對頭看過 你有感覺就是什麼 就是說 趕快 趕快 這個特別提供 沒有報復 再來就是什麼 趕快討 趕快討 不然他就特別提供 這樣 結果 我相信可能不是真的要死 但是就是要討他 但是事情沒有想到說鬧那麼嚴重 按照柯醫師說的 這個叫虐殺 虐殺 虐殺 美人你也有兒子 我們也有兒子 你想想看我們的兒子 在那裡 從這樣虐待 虐待到其實是要希望 他沒辦法求救 到最後只能用五個字 用五個字發洩他的憤怒 所以 這裡面多少媽媽也出來 對不對 沒有 美人你仔細看 而且很多年輕人 你仔細看 你仔細看多少人戴口罩 不方便曝光 對 為什麼年輕人還在戴口罩 而且我的朋友 年輕人都心裡面充滿恐懼啊 跟我講說還有很多小拼頭的也去 會 一定會 本來就有 有的都很多是剛退伍的 很多是剛退伍的 對 甚至 那種記憶 其實大家對部隊的印象都很差 因為軍隊跟監獄一樣 都是一種在學體上所謂的全控制的機構 就是 它是一個很嚴密的課程組織 上面的人可以完全掌握下面的人身 你的人的身體 完全在他掌握支配之下 在這樣的一個結構 除久了以後 你就會對你手上僅有的那一點權力 產生無比的迷戀 然後無比的濫用 所以其實在那樣的一個課程環境裡面 久了以後漸漸的 我們講說合理的要求叫訓練 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練 但久了以後 合理跟不合理 中間那個界線會不見了 就不見了 開始出現所謂不合理的要求 我即使是蹂立你的人格 我見他你 那個都叫做磨練 我都可以這麼做 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在那個緊閉室裡面 我相信很有可能 也是出現這樣的一種情況 你抗議 你抗議 你是挑戰我的權威 其實也不是這樣啦 你不要也要弄死都沒有問題 對啦 這樣一樣 你明明有求 我就說了 你去擠一擠 你去擠起來 你怎麼不要人求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最曝露出來就是 我們的緊閉這個體制 是很值得去檢討 因為在那個裡面 其實就跟警方 有時候跟警方的那個 偵訊室是一樣的 我說實在 軍中很黑的 軍中很黑的 那是黑社會的黑 好 裡面多少人 李翁你毛利 黑社會的還有記憶 再看一下那張照片 這個是禮拜六 禮拜六多熱 很熱 34多 34多 我問你為什麼 這麼熱大家要戴口罩 對 這張 打包子 對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 在這個時候幫別人 主持正義的時候 還要戴口罩 對啊 我四天前 那邊有人戴口罩 我四天前就有人 靠地告訴我 我要點個照道廳 這樣啊 叫我坐車的時候 坐高鐵坐車的時候 盡量不要站靠月台 如果開車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最好開比較好的車子 有人這樣跟我說 自己叫我嗎 對 我到底好幾個 對 說我如果靠他 幫我碰個骨 回到日本 很多人幫我碰回去 啊 我只要說 啊 我也說我自己拿完 好了 我這次要台詞 不要插了 真的說不 我不知道 我怎麼會很可憐 你知道 因為日本人他也沒錢吃 這也沒錢沒錢 啊 靠他會破個骨罩回去 這樣是什麼 哇 你被 你等於是被恐嚇耶 對 就比較 我有一位朋友就跟我說 各位主義的 坐車也不要走到外台旁 後來沒有台北 在那邊咬了你就摔到那邊去 那車喔 開車還是比較小心的 像開扁子 開沒路的 然後撞下去 冰車 你不知道要找到 啊 啊 這種我們就不要去想到 大家如果去想到這個對不對 我就說什麼 我也不說到什麼 心中的恐懼來自黑暗的力量 我想問大家黑暗力量在哪裡 哇 啊 這個 這個 目前大家最適宜的地方 現在黑暗力量 竟然是來自於國家機器啊 你就可以報警嗎 可以請求警方協助保護你嗎 沒有啦 沒有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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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蜈申 我也不想說 是